他耳朵戴著衣服碎身體 隨著音樂融入現代時機 他一個微笑一個不小心 把你們統統點擊 他沒有耶 沒有喔 他可能覺得 他其實 我其實也沒跟他仔細討論過戀愛這塊 可是他對於演藝圈 他似乎還是有點不太放心 應該說他不跟我討論是有點在逃避吧 因為可能演藝圈大家的感覺是五光十色的 他可能不一定對演藝圈的男孩子們 可能就誘惑比較多 可是我們不會去攤開來講這一塊 因為覺得有點害羞 我是不太好 我是會害羞跟媽媽分享那種 戀愛 對 我們家比較傳統 所以不太會 對 像我自己跟媽媽看電視我的習慣是 看到那種比較 男女主要比較親密的戲 我就轉拍 不過失去了一點點 傷口卻無限在蔓延 看你無心睡眠 整夜在做流蘭 到目前為止 跟他一起拍戲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默契 所以包括這次不過失去了一點點的MV 當然也邀請到他來當男主角 那首先我是要真的非常謝謝他 因為他一直是把我們當成弟弟妹妹們一樣的在相挺 他特別從大陸那邊的劇組請了兩天的假 可是他一個月只能請四天 所以他把他休息時間一半都給我了 他也特地跟我強調這件事 然後我就說好啦謝謝你嘛 他就說你要卸我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專輯大賣 所以我真的對他這樣子的 這麼有義氣的行為 覺得非常感動 我的理想型呢 我的MV在不過失去了一點點跟多年後 裡面分別是大東跟布魯斯嘛 然後我的師兄維里安 也是我最近非常欣賞的一個類型 所以呢 公司的同事幫我想好了 我的理想型就是要有三帥 威里安師兄就是才華帥 也帥喔 還是很帥喔 然後布魯斯就是那種青梅竹馬型的陪伴帥 那大東就是 他要怎麼講 運動帥 美男帥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我的理想型就是 如果可以綜合他們三個的優點 那就太棒了 我好貪心喔 送你三個字慢慢的 好啦 其實只要有其中的就可以了 像師兄他最近 他不只會寫歌 他最近還在學做菜 我覺得太棒了 因為我廚藝沒有很好 但大東好像也蠻會做菜 所以你說是不是選到了一個 他可能其他優點 就是認識了之後可以慢慢發現 不會啦 我相信我的姻緣 不會讓我等太久的 但是我也沒想到 那麼在那邊 我想你走 你回來